年关将近 家家户户即将采买年货食材 不过立委却发现 今年1月份菜市场里的海鲜 肉类 蛋类和水果还有蔬菜几乎是全面上涨 年菜常用的芋头和香菇更是涨幅接近5成 立委就指出 今年过年的年菜 每个家庭可能都将要多出1到2成的支出 鸡蛋 鸭蛋 肉类和年菜常用的白昌鱼 还有花椰菜和绿竹笋 立委拿出图卡一字排开 指出今年农产品和食材价格已经悄悄上涨 台联党团引用台北市市场管理处零售价格资料 算出今年1月相较于去年同期的平均涨幅 香菇涨价45.65% 芋头涨价43.84% 蒜头66.39% 红木莲28.04% 连鸡肉价格都上涨了18.45% 统计的113项农产品当中 共有75项价格上涨 走一趟市场 了解婆婆妈妈是不是已经吃不消 大的两斤左右的 现在一台斤 一千 一只这么小 有啦 有卖这么小这么小的 很贵 真的很贵 菇类有变贵 木耳是还好 今年的话应该是蛋 蛋跟鸡肉 蛋跟鸡肉是涨最多 所以我们担心在2月份农历过年的时候物价就更高 那我们没办法过一个好年 立委呼吁 行政院稳定物价小组应该尽速介入调查 赶在年关之前平议物价 新产日台电视林家伟 吴博宣 台湾台北 参谱